为什么要移民美国呢? 美国拥有十分完善且成熟的移民法案 也有专属于富豪的移民项目 比如投资移民 但是此项目对普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不仅花费巨大 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 这就促使美国针对普通人出台了多项移民政策和方式 让这些人也可以移民美国 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很好奇 富豪去了美国肯定很享受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 去了美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今天我就让大家了解一下 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移民到美国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大家好,我是罗伊 第一,收入变得更高了 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学历偏低 英语能力较差 害怕在移民之后无法养活全家人 其实在移民定居后发现这都不是什么较难的问题 美国也有华人社区 非常缺少劳动力 只要肯吃苦和努力的话 会发现很多工作都适合你去做 甚至这些工作还不会非常的劳累 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和孩子 因为美国为经济强国 所以人工成本也比较高 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呢 收入会更高一些 第二,生活压力比较小 更轻松一些 为什么说生活压力会变小呢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因为美国税比较高 会把工资减少 不然理解的太片面了 在美国的话 办事托关系的情况太少了 也不会存在攀比的现象 大多数的城市房子 普通人也能买得起 完全解决了吃住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 在美国你无权无事没有关系 只要你肯努力 就会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对移民感兴趣的朋友们 肯定查找过 关于移民美国后的相关信息 可以发现送外卖 七个小时 在不是很累的情况下 可能有200美金的收入 其实只是看你是不是肯努力 美国的社会福利也非常的不错 对于失业的人来说 可以领取失业补助金 没有工作的人 政府免费根据你的能力 为你找工作 让你生活得更加轻松 没有必要为了生活而愁眉苦脸 第三 孩子们的学费更加减少 如果以临时人身份 在美国留学的话 或者办理子女留学身份 需要花费的学费 和本地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 可能多出三倍左右 留学生面对的学校申请门槛 也会非常高 奖学金获奖概率比较小 而选择移民之后 孩子与本地学生享受相同的待遇 奖学金优先 也提升了名校的录取率 第四 增加健康的生活 美国的医疗水平是非常高的 医疗保险组织对医院有较大的制约 不仅严格规定了医疗费用的赔付标准 还对医疗资源是否合理的标准 进行了衡量 低收入人群在退休之后 可以办理医疗卡 看病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 所以不用担心自己或者是父母的老年生活 其他人则可以支付较少的保险费用 之后的医疗费用也不用个人承担太多 并且美国的食物添加防护剂的很少 您可以放心的饮食健康的生活 总体来讲 普通人移民到美国之后的日子 也并不是很困难 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好得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再见